HELLO 大家好,又來到麥水筆擂台的時間 我們今天看的就是這兩支筆 同門的兩兄弟,Parker的IM 和這個Urban 或者大家之前有留言的影片,我有一部份已經拍了新舊款IM 我也有拍了另一部影片再介紹這支麥水筆 其實兩支的價位和目標都差不多是中等級 所以就特地拍這部影片和大家比較一下 兩支都是新一代的筆,一個是新一代的IM,一個是新一代的Urban 究竟這兩支筆價格差不多,差一百多元,有什麼不同呢? 要入手的話,哪支好呢? 今天就來個大比拼了 首先看看這支筆的長和膚線 兩支筆出奇地,其實粗略估計它的長短是一樣的 那個5X大概是1-2mm左右 一樣,所以長度難分勝負 好了,去到粗幼方面,可能打直大家會比較容易看 其實兩支,不過粗幼都差不多 很正常的Parker那個粗幼,大概是0.7-0.8cm左右 沒什麼特別的 甚至我特地有這兩款,都是黑色配銀Trim 有時候這樣看,也有一點難分的 如果再退下一點,大家看不到Trim,也有一點難分 究竟哪支打哪支 首先我們從外觀看 IM 其實是一個比較經典的款式 其實也不是很經典的,尤其是Jota 或者是Sonec,這些比較歷史悠久的系列 但兩款都已經在八、九十十年代出現過 兩款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IM 的形態上 比較容許我目睹來形容 一體的,圓柱形的形狀 整支Parker的感覺是普普通通的 好像有一點握著一支Sarasa原子筆 以前你會叫做Hitec-C的原子筆 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感覺真的是 輕重、適中的 都因為它有金屬的,應該是合金的筆身 不過也是,也不太重 也吸得緊 整支筆的額位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做到這樣吧,用普普通的 Parker Gym 沒什麼特別的 整支很正常 至於Urban,Urban 比較經典 或是比較滑味一點 我個人會覺得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吸收的筆蓋 也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粗有變化 由於這裏這麼粗 再滑下去,變右 轉粗,變右 整支筆的流線型設計比較多 這部分其實在筆蓋上也反映到 兩支筆的筆蓋 其實都已經看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 除了天貫長短之外 天貫的花巧程度 也是一樣的 以及它 吸收的筆蓋之後 那三個環的設計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是 分了高下 可以這麼說 經典 上面是經典 IM 下面Urban是更加經典 這個經典 如果問我第一印象 其實有五、六十年代的二戰後 比較簡約的設計 有些包含斯式風格 簡單單單 阿鹿 不算了 可能頂部有少少的收窄 或尾部有少少的收窄 但Urban的感覺 就真的比較 有少少設計的款 我自己在另一段影片也有說過 其實比較像 去到三、四十年代 那種Streamline 的追求 對於空氣力學 那種 流線型美學 的追求 所以兩個筆款的格調 其實已經有少少不同了 在外觀上 得出來的最大件 就是那個格調 究竟你是喜歡一顆 簡單單多些 還是花巧 其實不是很花巧 不是說 吊花吊成的 而是它的設計 不過筆身上 那個流線型的追求 個人覺得 下面的Urban是比較優勝的 當然有些人不太喜歡這個設計 又長又闊 那怎樣呢 有些人會比較喜歡IM 我相信 所以 在外觀上 都是這樣 難分高一下 兩支對分庭抗禮 就在宗教禮的筆上面 好了 看外觀 看內涵 兩支筆 我們只要看內置的上墨機制 等等 兩支筆作為Parker和中架筆 都是一樣 接受物感、吸物器、扭動和推動都可以 而 很明顯 Urban的額位比較寬 但是 我這支筆的水口位比較明顯 即是做到 額位有少許戒手 不太好 而IM 因為它一看過 我相信 那個額位的膠 塞進去 所以就比較舒服 但是 如果你說 我有時喜歡一個長一點的額位 或者舒服一點的額位 似乎Urban 比較優成 這方面 好了 到最後 比較尖的外觀 大家這裡 可能看得不太明顯 我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兩支筆的筆尖 其實各自都有自己的雕化 Parker IM 比較簡單 就是三條箭嘴 好像一個法國 汽車牌子 雪鐵龍 以前的 logo 這樣 整支筆 比較簡單 而 左邊的Urban 就比較有花巧 有雕花 是一個零格型的設計 不好意思 上面有些都買到 哈哈 但是大家都還看到 那個設計 差在和尖 凸出來的部分 有些不同 但背後的Nip Fit 其實都是同一樣 同一支筆 所以 似乎 花巧和設計上 Urban 比Parker更成一層 當然 到最後的部分 當然是嘗嘗一支筆的內涵 寫出來是怎樣 那 因為 上次我已經拍了一條影片 去介紹這個 Urban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用回同一個圖示範 這個 所謂的M 尖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比較花巧的M尖 下面 就同樣用黑色物 試一下 這支 Parker IM 好 好 就吃完兩支筆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sample 可以看到 只是這兩支筆來看 我撇除 因為我上面那支 Urban 可能是有點出創的問題 你想想 為何M尖和F尖 寫出來的操作 又是一樣的呢 只是這支 我覺得有點不正常 但我覺得它可能是因為 批次 或者尖的QC 做得不同的關係 其實都看到 大家都差不多 出墨量 差不多 掛枝 大家都不是掛枝 OK的 兩支上面的Urban 比較有書法之文味道 而下面的IM 就是一貫大牌子傳統的風格 穩固 沒有特變 一樣的 粗有變化 沒有明顯 加大一點壓力 最多都是深色一點的 所以兩支筆 整體來說 書寫的感覺 差不多 意思實上 都真的差不多 因為大家都是中甲筆 同樣都是 帕卡的筆手槓尖 差在頭才看到 大家有沒有刁花的問題 所以其實 都幾難分高下 在書寫的感覺上 所以其實 整體比較 大家看到這兩支筆 無論是 書寫的感覺 或者是 實際的細節 其實都差不多 最大的分別 跟很多筆款一樣 都是外觀度 IM 正如我剛才所說 比較傳統 木讀的設計 Urban 比較 Fashion 你看到有一個很明顯 粗有的變化 它不是 木柱 是有少許 流線型的棒棒 的形狀 所以兩支 最大的分別 最大的形狀 我覺得 但當然 這個形狀的分別 是否值得 插開 200元呢 其實大概 因為 PAKA IM 墨水筆的零售價 大概是450元左右 至於後者 下面 Urban 是去到600至700元左右 所以 其實 欠200元 甚至最誇張 可能是 300元左右 嗯 那 值不值得 用200至300元 去換一個 這樣的設計呢 其實我覺得 真是見仁見智 因為 始終兩支筆 你說的尖 不是很大分別 其實真的 樣子 有些人會覺得 傳統的樣子 比較好看 也有人會覺得 設計 哇 這個美學 很漂亮 所以會選擇 Urban 個人 兩支 其實我也會選擇 Urban 因為 我的樣子 真的比較漂亮 我自己覺得 流鮮型 我也非常仰慕 但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傳統一點 一錄這樣 會好一點的 所以 真的很見仁見智 的確 兩支筆 沒有大分別 在書寫的感覺上 真的唯一是我的外觀 那就視乎大家的喜好 去選哪支 那麼 今天的水筆擂台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 看到這兩支筆的比較之後 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這兩支筆 或者下次你去店裡買的時候 嗯 當是有一個壓力的意見 究竟這兩支筆 有哪支好呢 希望幫助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